这个老房子里面有很多棺材的 好的宝贝 大家看一下上面有一份棺材 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 老房子很多这个东西的 大家好 我是宽哥 带你穿越时空 寻找最美村落 今天我要带大家游览一个 具有鲜明客家 特征的一栋五维龙屋 并且这个五维龙屋呢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像耳朵一样 它的建筑风格是按照 茶壶的这种形态而建的 所以其名为茶壶耳屋 来接下来跟我的镜头一起来 我们边左边聊 这个就是这栋老屋的大门入口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参观 来跟我镜头一起走 非常大的一栋老房子 这两边都是对称的 这栋房子 有400多年了 它经过三次的修审 这次是最后一次修审 这里呢是中厅 一般有客家特色的这种房子 它基本上有四个亭 上亭 中亭 下亭 这里呢 就叫下亭 我们去项口 项角看一下 这种就非常有典型的 客家风格的这种围龙屋 在很多地方 很多一些客家地区 它也有那种客家的围屋 但是他们会那种三层 四层的这种十楼建筑 这种十楼建筑的话 它是南北一种的文化的融合体 就我们广东有两种文化 有三种文化 一个就是朝鲜文化 还有就是广府文化 另外一种就是客家文化 所以它就以两种文化的融合体 做成的那种具有广府形态的 这种四合业形式的围龙屋 但是这个呢 就不一样 这个就纯粹的 就这种客家风格 非常鲜明的一个 纯客家建筑 来我们继续走 这个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都打了下来了 这边曾经有人生活过的地方 这边是第一道杠 这个老房子里面有很多棺材的 我走过了很多老房子 它都发现了非常多的棺材 这里来看一下 我们进去这里看一下 哇 好的宝贝 好多宝贝 宝贝吗 还有不是宝贝 都不知道何年满月的东西了 那个东西到处都有 又不是什么 什么清代明代的什么瓷器 要是那个时代的 那可发了 也等不了我 也等不了我 对不对 等不到我 我现在过来拍这个东西的 之前早就有人来这里找东西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非常大的一个文龙屋 这里最多人居住的时候 达到了五千户人 当时最高峰是五千户的人 这里居住 这些木板呢 是准备重新翻新重新装修的这个 将将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 具有纯客家特色的这种风格的一个旅游景点 这么好的这种房子必须要保留下来 三广三围你看多大 在我们客家建筑当中呢 我们围棱屋又分好几种 有那种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那种 永定的那种食物 围物 就是一圈一圈的 那个圆圆的 纯粹是圆形的 像这种 我们这个孙女人也是围物 也是一层层围起 但是我 但是这一种围物呢 它不是那种圆形的 它就是四四方方的 这种围起来的 这是一种 然后 是一般都是一层 这两层的 木 土木结构 基本上像这样的就叫土木结构 这是土房子 然后加着土木结构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 我们之前前几期看的那种 叫做砖木结构 就是那个 青砖 加那个木材 就是叫青木结构 青木结构的 这个圆圆圆是比较早的 比这些更早了 这个 这种结构的房子呢 也最长时间 也就像这一栋的话 就有四百多年 有很多都是才 一百多年 或者两百多年的 再早一点 连一百年都没有的 但是也是这样 这样子的建筑结构 然后另外有一种 就是纯石头 砌成的 连一个木头都没有的 那种叫纯粹的石楼 也是客家风格的一种建筑 但是它做成 它的石楼呢 不是做成围 圆形的这种围物 它是做成跟碉堡一样 四四方方的 那种也叫客家建筑 所以客家建筑呢 是非很多种的 接下来我们到这条 箱子里面去看一下 来我们过 以前呢 那上面呢 会放一幅棺材 每个巷道里面 都会有放杆子 棺材的 可能最近把它撤掉了 估计 非常大的一个围物 这里去不了了 我们到周围看一下吧 这边呢 就可以出去了 这条应该是最后一个巷道 这里啊 应该后面应该是没有的了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回去 我们回去啊 回去 来 走 我们到对面那里去看一下 那个巷道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边最多人的时候 五千多户人 五千多户人 什么概念啊 等于这里是一座 小县城 是一个很繁华的小县城 非常的热闹 可以想象一下这边 当时的人流 当时的人气啊 多么的火 现在却是人气楼空 经过几十年前的风雨变迁 剩下来的只有这些 破旧的残瓦 然后那些斑驳的瓦片 这边正在搞装修 这里啊 基本上都在翻新了都要 我们往这里走嘛 这是其中一户人家 这个是他自己做的 自己建的 能把木板啊 木板这样子搞上去的话 这家人啊 算是当时是比较富裕了 比较有钱的一家子了 他还可以坐两层 一般是没钱的人呢 他只能住 这种房子 像这里的这样的房子 这个啊 这样的房子呢 就就跟 跟另外一个地方 跟韶关那边 有所不同 韶关那一个的 就是那种的石楼 是吧 然后城堡市的那种 那种石楼 也是很大洞的那种石楼 但是这里的呢 就不是了 这里就是老子中建的 然后自己一大家子人 住在这里 孩子多了嘛 孩子多了 就你 你在建这栋 他建这栋 然后发展繁衍 几代之后 就形成了像现在这样的一种 大型的维护 像韶关那的 也韶关那的是 一个大地主 一个大老板 他自己做了房子之后 是他的家 他的家人那些住 然后 平化大革命时候 因为都那时候都地主嘛 所以就 抢过来 然后分给老百姓 但是这里不是 这里 世世代代都是住在这里的 就是好几代人 甚至十几代人都是住在这里的 叫做真正的祖屋 罚关那一个石头 那样的那个不叫祖屋 这个才叫真正的祖屋 大家明白吗 里面有个老床 我们可以进去老床里面看一下 方便不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老床 来大家看一下 又是这种马甲 以前的嫁妆 当时真正的涂到那个金粉的 这个 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好看了 这两床叫做泰斯椅 是吧 是泰斯椅吧 我们现在出去 我们现在出去 这边呢 看是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把门给关上 开了人家的门 要一起关上 这个是文明的行为 是吧 对吧 虽然没锁 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可以拿走 所以也没有锁了 这个是真正的祖屋啊 世世代代的人都松长了这一点 很多地方 看起来那么大些 特别是碉堡 刚刚说了城堡用的 那些都不是祖屋 是啊 都是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 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往这边走 好吗 哎 放着那么多木材 这些木材呢 准备加工 然后重新翻新 重新修复 很好 我觉得很好 以前有人在这里养鸡的 但是现在不可以养了 因为这边要重新 给整起来了 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红色的里游景点了 所以不可以让你搞了 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个棺材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老房子啊 很多这个东西的啊 是吧 我没骗你嘛 来来 我们进去里看一下 有人会不会害怕这个东西 反正我是不怕了 因为看到太多了 这个东西 这个是空的 基本上都是都会放一个 一堆这个东西上去 啊 看到没有 身关发财 健关发财 所以我今年一定会发财 就是这么来的了 都是一个客家风俗当中的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风俗 不单单是客家这里 很多地方 我去过湖南啊 江西啊 那些很多地方啊 老房子 他们都有这种风俗说法 就是身关发财 健关发财 这个说法 都会这样子 老房子里面老家 或者在藏库里面 在某个地方放个老人 为自己准备 准备后事 所以都会放那个东西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那东西 那也有一个 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把镜头拉近 大家跟我的镜头一起来啊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幅棺材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里面是掏空的 里面啊 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这个东西见惯不惯了 而且我经常一个人走这种老房子 所以没有啥什么机会的 因为祖屋自己也是这样祖屋出来的 都是很吉利的东西 是吧 老房子下面都是很吉利的东西 对不对 行吧 其他就没有 我们已经赚了一千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呢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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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